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女孩啊 咱们知道 叫台湾作家林亦涵 最近上吊自杀了二十几岁 我发现很多人呢 对她的这个惋惜啊 是真的很美 长得很漂亮 那么她呢 是写了一本书 房思琪的一个什么秘密花园 初恋的秘密花园 你看你更清楚 就是说她呢 在这个自杀之前 还有一段视频的采访 这几天呢 我看很多微博都在说这个女孩的事 简单来说呢 根据这个女孩她自己在微博采访 在这个视频采访里所说的 他觉得这个书啊 写了她跟她有关的一段真实经历 就是开始传出来的剧情是这个林亦涵 十三岁的时候就被补习班的一个老师 男老师 性侵 性虐待 怎么性 性怎么着啊 然后呢 给她造成的这个心理上的伤害啊 一直在看抑郁症啊 精神病的这个医生 最后她想拿写这个 写这本小说吧 作为解脱自己 救赎自己的一个方式 但是最终呢 好像这个坎还是没有过去 对吧 一缕相魂 就是她特别惋惜 但是这个事情啊 剧情也有后来的反转 咱们就先看看这个女孩的英勇笑貌 我在这边念一下 胡兰成在《今生今世》里面的一段话 她说 我已有爱玲 却又于小周 又于秀美 是应该还是不应该 我只能不求圣洁 甚至不去多想 总之她是这样的 不可以解说 这就是理了 所以你看她 我们都知道她强暴小周 然后她又辜负张爱玲 可是她在自己的想法里 马上就解套 所以我们那个认为 所谓一个真正的文人 应该千锤百练的那个真心 到最后回归 竟然只变成实色性而已 真正我要在李国华这个角色身上 我想要扣问的问题是 艺术它是否可以含有巧言吝啬的成分 第一次知道奈波尔他虐打他妻子的时候 我心中有多么的痛苦 我没有办法相信一个创造出如此完美的预言体的作家会虐打自己的妻子 怎么评论呢 小顾 这个视频说实话 我在昨天看了好几遍 我刚才也在跟曹老师说 好几遍其实大多数的地方是看不懂的 对我们这样的财数学浅的人来说 那他很多东西用了很空的 那些很优美的语言 那么看起来好像是我自己的理解 可能总结的就是 你是不是要用很艺术的方法 把一个很下流的东西美化 他是不是想表达这个 曹老师你觉得呢 我看了他整个这个故事 整个事件之后 我觉得我很同情这个女孩子 自己也是女人 也年轻过 所以感觉感受很深 可是我反过来想 毕竟是成年人了 毕竟见过很多事情 反过来想 咱们以前在你那个人桌派谈到过 Lolita Kopanoff的小说 很著名 如果 纳波科夫 我翻译了 对 纳波科夫 如果我反过来看 如果纳波科夫是一个沉默的 没写小说的人 而Lolita长大了 成为她写了一个小说 这个小说会是怎么样的 纳波科夫和Lolita之间的这种文化的崇拜关系 你说她是巧言令色也吧 你说这是艺术的魅力也吧 艺术毕竟是多种多样的 没有任何人规定艺术必须是真实的反映她的内心的道德 所以这是一个我一方面很同情她 另一方面我觉得是否应该用这种方式来讨论艺术是什么 艺术不是生活的写照 艺术是生活的缺陷 艺术是生活的理想 嗯 是不是 但是呢 你知道有这个女孩所讲的 哎不禁让我想起啊 女人就爱听花言巧语 这个女孩说她是如此的迷恋语言 你有没有讲到 而且呢 我觉得我对她这个事啊 分成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呢 就是得到的这些信息 视频呢 或者对她的一些初期的报道 那根据这个呢 我又尝试去理解 首先我认为你永远不可能知道她的内心 但是呢 从她的表述当中 我就尝试去理解 你看她老讲湖兰城 她老讲湖兰城 这在她里边讲到 她湖兰城当年明明是强奸了小周 然后同时又跟张爱玲如何如何 但是呢 湖兰城却可以把这些写的 是那么样的美啊 那么样的这个现实安好等等 这所以说我就跑天跑不停了 因为呢 我对湖兰城的认知啊 就是有一个拐弯的过程 就最早我觉得这个才子啊 哎呀这样的这个会思啊 这样的灵感呢 你知道我 但我今天我对湖兰城啊 不大感冒 就是文章写的很好的夏刘培 我觉得太会说漂亮话了 我觉得她的话说的太漂亮了 我曾经也有一段时间 迷在湖兰城的这个文字里 比如说她写中国的这个禅宗 她去解这个很多禅宗的这个公案啊 好有启发 可是呢 当我又跃上了一个发展阶段之后 我就觉得完全是胡说八道 就是就是毫无的 明白吗 包括你看咱们有一个作家嘉宾马家辉 也是说 你知道有时候这个人文人多了一个本事 就是太会美化自己了 嗯 就是语言啊 可以把哎 要叫我说 我用北京胡同里的一句话 就叫什么呢 流氓不可怕 就怕流氓有文化 对吧 你说的特别对 其实我这些年纪 遇见了各种各样的人之后 我特别同意你对湖兰城的这个拐弯 真正的很多高高在上辉煌不辉煌的不得了的人物 你一旦走进他的生活 英文有一句话 关上门以后 他在家里怎么做你是都不知道的 不要看他在外面有多么辉煌 这件这件事其实让我们更加充分的看到这一点 罗里塔也是 这位拿不高写的 呃呃 亨伯特就是一个美化非常漂亮的文笔 但写了一些 你换一个角度换位来看 依然是跟这个故事有接近之处 你比如说小顾你那么爱看艺术看博物馆 哈一直以来这个艺术史上 其实其实我觉得这个按照小说里塑造的这个叫防防什么棋了 防安棋啊啊 就按照他塑造的这个女孩啊 我觉得你这个女孩有点被被文化艺术给这个这个给蒙了 就是说他拿这个拿拿一些文学语言 或者拿一些艺术真的就当真了 这个就不尽得让我们想起艺术史上说起比如毕加索 嗯你看要是女性们就觉得毕加索 你不是一大流氓吗 可是呢你的艺术确实上能赞他 嗯 你对这种现象怎么怎么理解 通常都是有两种价值的评判标准吧 就是你的风流倜傍不影响你的呃艺术修养 对吧 呃 刚才他是叫防思琪 防思琪 那我觉得他里面主要还说了一点就是说呃 呃他为了呃修复或者说掩饰自己的那种被诱奸的心理 而欺骗自己说他是爱上这个老师 那么爱上这老师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文学才华 对吧 他对他的文学非常感冒 那么呃就就好像你说的毕加索 对吧毕加索 因为他他他毕加索找女朋友的方法也很简单 就一句话我叫毕加索我想为你画画 对吧 那放在今天太省事了 对啊 那放在今天就好像你如果说周杰伦对吧 周杰伦跑来跟你说哎 你长得很美我给你写首歌吧 哪个女生挡得住 我叫德文涛 想跟你枪枪三言行 这也没不管用 这也不管用 三千七下广告枪枪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据说呀就说这个自杀的女作家他所指诉的这个所谓老师啊现在真人也出来面对了好像听说这个事在台湾呢也开始进入这个司法程序 所以他这件事这个林亦涵本人的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且不说但是咱们聊的还是他塑造出来的小说里边的这种女孩的心理 我觉得呢有一个地方我似乎能理解就是你你知道吗就是说比如说第一有些小时候被性侵的女孩她是脑子里有个权威啊老师长辈或者自己崇拜的人但是直接要给他干这个性的这个事情我跟你说我知道的太多了就好像什么艺术家呀大学教授啊那有些时候看怎么说了如果证据确凿 我说的话就是强奸的那就是强奸的那只不过这个事情就那么过去了女学生对吧这个事情但是这些人呢他会把自己写的或者描述的特别美可是你知道我是从有些时候男人的心态去尝试了解这个女孩的心态你看这是他受到这个侵犯他完全不可接受你知道这会产生一种甚至他配合因为这个两个人的性关系在持续那么被欺负了你对自己的性关系在持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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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性关系的性关系在持续的性关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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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的人格要有一个解释的要不然就好像一个人做奴隶我怎么着我就我就没法抵抗他甚至我还配合他供他淫欲但是我怎么对我自己的价值交代我怎么对我自己的自尊交代于是你明白吗为什么说有些时候有个症状叫斯特戈尔摩综合症就这个有些特别敏感的人呢他必须要对这种处境有一个交代要不然我是个我是个畜生吗 我就就就就就就我像一个畜生一样的去满足你吗你这他所以在这个小说里这个女孩似乎说我我说服我我我是爱他的嗯我要爱他似乎这个爱他努力去爱上他就能接受自己被如此下贱的对待的这样的一个心理的过程你能我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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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很女孩子也罢什么呃或者是很耸的男孩子受到欺凌了 之后实际是一种给自己找一个你说了生存下去的理由嗯而不是认怂认怂的人他去自杀不认怂的人他就屈从他就等于我可以总结一句叫做把丑闻变成佳话他没有办法面对他只能给自己一个解释他才能够走下去哎这个曹老师您是女性哈我不知道您怎么理解这种问题就是呃实际上尤其在东方社会里 我敢说有很多今天的情侣或甚至是今天的夫妻他们的第一次性行为等同于强奸是但是呢慢慢的这个男的继续追他这个女的就那就好了当然这个女的也不会告他说起来那次强奸也变成了浪漫这事该怎么论在今天的伦理下 在中国社会有那么黑暗吗哎呦小顾很纯真所以你看你老看这个美好的东西你心里就没这些脏东西哈哈哈哈中国有句俗话你可能听过叫把它蒸米先做成熟饭就是这个意思对霸王硬我跟你说像我们你你看你年轻嗯像我们年小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就是没有受到过正当的性教育嗯不知道女孩的拒绝 就是真的拒绝很多时候就是呃青春期的时候初次触摸女性的身体啊我跟你说都是半推半就你都说不清那是个什么啊说到这我倒想拆解我对这位女美女作家的一个出就是特别没呃不着编辑的似乎带点都似乎都没有同情心的想法我看到微博上说到他对父母没给他进行性教育很就是有一点抱怨嗯 其实我倒想替他父母说句话父母在中国这样的社会包括台湾如何给孩子性教育都是中国文化环境下一个最大的问题我们的父母也没受过性教育这些事都是不能谈的他的父母还居然说一句有性问题才有有这个问题的才会讨论这个还是个回答很多家庭说你怎么会想到这儿马上就会一顿折嘛嗯可是其他人没有受到他这么大的伤害 但他受到这么大伤害而且把他写出来我想这应该是个社会问题社会应该正视你说呢你说的很对所以我就要说到我们还有一个台湾方向上的嘉宾叫郭冠英他给我们传递了一个关于这个案子的这个信息就是说啊你说的这个房思琪是一个故事林亦涵的故事还有待于事实现在司法程序的调查比方说据这个老师 他所投诉的这个所谓老师那方面的陈词呢这似乎是什么呢他们两个人初次相识也不是在13岁而是在16岁他们两个人第一次发生性关系有可能是在他上了北一大的18岁也就是说是在成年发生的当然这个老师确实是有父之夫是涉嫌有婚外恋的这个成分但是后来呢是这个女孩的父母亲就施加压力就 必须你得离开他于是这个老师呢最后跟他呢也就分开了所以呢而且呢这个女孩是非常爱好文学的但是他父母亲呢就非逼着他要学医所以你看郭冠英先生又给我们提供了现在的台湾媒体上另外的一种情况我们还不好轻易的下这个判断就是说这个女孩自己也是说你们也不能把这个房思琪的这个小说等同于我 但是呢似乎是很多网友很愿意你13岁就被诱见了很愿意相信这都是真的啊你比如我再给你提一个例子当年的这个顾成啊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件事情就是他在这个新西兰的激流岛上最后的说法是他涉嫌杀了他的妻子嗯对吧甚至是还曾经写过这个有人写书吗 似乎是曾经有过跟两个女人呃共处一世的呃共渡的这么一段日子曹老师你又怎么评价 这个事情比较复杂而且过去这么多年了当时他写的那个小说英子的原型还在中国嗯还在他好像也否认很多事情就是英子不是理因 而他小说当中的故事未必就是他们的故事但他和谢业的关系 我就是和他们夫妻聊在台湾一个女作家陈若曦的家里我们一起 带了一个下午观察我是多嘴多舌说了一句带他戴了一个裤腿做的帽子我说这帽子有意思他当时就震慑说大家都关心我的帽子没有人关心我的师哥嗯 我后来一个下午都不太想跟他说话远远的看我觉得我冒失了我观察的结果我觉得这个人是一个自恋 就是是一个完全没长大的孩子我觉得他 这种结局这种结果好像也不是他期待的也不是他设计的 他只是不能容忍别人对他有一点点就是多一个眼光他都会生疑的这种人 所以谢业和因子他没法去处理我觉得还是回到一个处理这些人生复杂事情的能力 他是大财但是没能处理好 所以呢像这种事呢就会被人们当成故事啊好像引起很多感叹 我记得当年就有人说如果这是一胡同里发生的事这就是个杀人犯对吧 所以评价还真的是不一样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觉得有意思的是这个女作家她最后啊说出了一句话 她说呀这个我写这个书啊实际上我自己都有点瞧不起我自己 她说文学也许是文学辜负了我 这个地方啊她有一个自我催眠就是说这叫做巧言令色就是显一人 他照照他看来你看这个老师似乎是说着一些类似于湖兰城那样的语言 在这个书里比如说这个说什么你看他的某些细节描写很有意思 都把这老师把他压在诺贝尔和获奖者的这个书上 然后呢这个从后边这个撞击他然后说我只有这样爱你才能让你的身体追上灵魂 你明白就是说哎 包括那些美的语言你知道就是这个禽兽一样的老师的这个行为和这个老师用文学的语言编织出来的整个这个美 就说你能怪我吗对吧你能怪你自己的美吗你能怪我对你的冲动吗 我怎么可以停止谁让上帝把你生到了我的面前你就是我的你知道这个里边我觉得他说的就有点意思了 这女孩啊好像还是个书呆子看了好多这个书他说孔子讲诗三百诗无邪啊 难道诗歌难道艺术不是从艺术家的心灵里出来的吗 那怎么可能一个人同时要不说我还是觉得我这大俗话他就分不清这个 他不就是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 这男人当然有禽兽的这一面 但是呢这个女孩她的这种文学梦啊 他会觉得奈宝尔怎么会虐待妻子 你觉得这个话题有意思吗 您的意思是如果这个女孩没文化的话 她就有可能不会自杀 你还别说有人在微博上就把这个把这个脏水泼到了文化上 就是说甚至有人说小说不但没有治疗他 也许正是因为爱文学才杀了他 还有一句话叫做道德是艺术的义务不是艺术的本质 他把这个本质和义和义务颠倒了 他认为道德是艺术的义务 我觉得他没理清这个事情 另外他写了这个小说之后 我就是随便在网上看了几节 写了这个之后 我倒觉得好奇的是有几个问题 她的丈夫 她的新婚丈夫我们没有看到 这个人我们要从 对她结果婚 对她的丈夫怎么去面对这件事情 她将来如果有孩子这本书 它是一个纪念碑式的是不是你的经历 如果你怎么否认 这个书已经出去了 所以很多艺术家他选择在他的艺术作品里面 呈现道德而不是呈现真实的自我 是因为他还有生活要生存下去 所以你怎么看这件事 就是你比如说这个 我现在我甚至想的很多 就是说艺术是一个什么东西 我现在慢慢相信呢 艺术是上帝扔到人身上的一个东西 跟这个人呢 其实没有大的关系 你比如说像是哪个 叫什么什么卡拉瓦乔 卡拉瓦乔 对吧 你在意大利的这个这个画家 这就是个精力充沛的这个杀人犯 这都被追杀的 这杀人的 但是你看他的画笔 他画出来的 所以他画出的这么美的这个作品 你觉得你能同时想象这是一个杀人狂魔 一个街头斗殴打架 他就是可以 你说他的作品和他的人有关系吗 我在那个有一个丹丹那的那个艺术哲学里面 看过一段话 就是说他写的是当时的文艺复兴的时候的一段 那个社会社会的环境 他觉得艺术每个时候的艺术都是会受到当时社会环境影响的 那卡拉瓦乔可能你看他是一个流氓对吧 杀人犯 但在那个时候大多数的可以说真的是大多数的艺术家都是杀人犯 他们一言不合可能就会 他们可能 把刀 把刀被剑 然后决斗 然后死人 都会都会出现命案 那经常会出现这样的这样这样的事情 就比如说在里面说的是谁 马萨乔还是谁 反正是一个教皇非常喜爱 还是主教非常喜爱的一个艺术家 那么他杀了人 杀了人以后呢 他去见教皇 教皇很不开心 然后呢 他去见教皇之前准备了一个他自己做的一个小的首饰 送给了教皇 那教皇就算了 其实就是在现在看来 你把他 这个问题当然有跑题了 就是说 其实卡拉瓦乔他当然他的艺术造诣非常高 那么那另一面 他的他的那种流氓的行为 可能是受当时环境的影响 当然大家都是这样 你这是马克思主义的 对对对 而且呢 我觉得我能找到一点联系的就是 你比如你看卡拉瓦乔 他那个画 那个光感 那个光啊 就非常亮 就那种光感非常强 我就觉得这一定是个精力充沛的人 就是他这种生命力啊 你别让他动不动喝酒 买醉是吧 他杀人放火 就他这他这种人 这个这个骨子里头 这种生命能量啊 确实是你能感觉到那种强盛啊 当然他在这个法治社会的条件下 他就得规管他自己 其实你说他是杀人犯也吧 说他这个杀人犯和那种力度在作品里表现 我觉得你非常敏锐 学他的风格也是一个力度 而且他就是要用这件他的作品去杀向所有的男性 因为他在从小的时候受到他父亲的徒弟的强奸 父亲又强迫他嫁给他 父亲后来又起诉他这个丈夫 又是连着三次受到羞辱 所以他画画就直接学了卡拉瓦乔的这种力度 直接在画上表现了一种语性的反抗 对 所以呢 你看我不向你们研究深 我根据我的这个道听途说 我也要这个警告梁家妇女 以我所知 我觉得艺术家作家真的不一定是什么好人 他完全是两回事 就是你可以欣赏他的艺术 甚至可以欣赏他这个天花乱坠的语言 但是你要错把这人当成个圣人 他很可能实际上是个禽兽 但是人就是这样的 所以对 我想到一点 这个女孩她看了这么多的书 我认为她欠缺看看佛对于人格分析的一些理论 你看佛的理论就讲什么 人不是一个单一体 人是一个聚合物 人是一个聚合物 人是很多东西聚在一起的 有时候幼稚的女孩会认为一个人 人是单一的 他有着美好的文字 他一定也有美好的内心 他美好的审美 一定他也有美好的内心 但是真的不一定 一个人可能是恶魔天使 畜生什么的审美家 他就是个聚合在一起的 这么一人是个聚合物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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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